2016年法国欧洲杯足球赛 即将在五国时间明天凌晨开梯 为了迎接这场四年一次的足坛盛事 不但亚洲球迷都已经做好 熬夜看球的准备 欧洲各国 尤其是东道主法国 更是陷入了倒数狂欢的气氛中 让球迷看球和聚会交流的 巴黎粉丝区已经提前开放 巴黎地标爱菲尔铁塔 更在10号黎明 点亮了象征法国国旗的蓝白红三色 预祝欧洲杯顺利开梯 就在2016年欧洲杯足球赛开梯的黎明 巴黎地标爱菲尔铁塔 突然打出了亮眼的蓝白红三色灯光 预祝这场四年一届的足坛盛事顺利举行 作为东道主 法国国家队将在揭幕站上 主场迎战罗马尼亚 比赛开打前 不少球迷已经一窝蜂 涌向承办第一场揭幕站的法兰西体育馆 或者开放让球迷观看大屏幕 球赛直播的巴黎粉丝区 设在阿菲尔铁塔脚下的粉丝区 9号就正式开放 但碍于本届欧洲杯 受到恐袭等安全威胁的阴影笼罩 粉丝区的保安警戒也特别森严 入场的球迷必须接受严格的安检 确保没有人携带液体 喷雾剂或危险物品入场 除了设有大屏幕直播球赛 粉丝区在赛事期间也将举办各种音乐会和活动等 希望能让球迷诚信而来 尽兴而归 除了巴黎市中心和各个城办球赛的体育场周围 各个国家队驻扎的城镇也热闹起来 在巴黎郊外小镇马库西斯 也就是葡萄牙队驻地 这几天就迎来不少葡萄牙球迷和公民 除了为国家队打气 也趁机一堵天价射角西罗的风采 葡萄牙将在下个星期二的F组小组赛第一场赛事 和冰岛一较高下 NTV7综合报道